小說的故事是用人物所做的事情來組成的 所以如果想了解小說的故事和它的主題 就可以從人物入手 而人物的性格很影響人物的行為 要了解一個人的行為 就要知道一個人的性格 小說的作者一般會透過外貌、語言、行為等方面的描寫 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為人 所以我們想了解小說裏的人物 就要留意作者如何描寫人物 可逸先生是中文系資格最老的寫作教師 這你可以從它的樣子上看出來 他長得又高又瘦 卻又不好意思挺著撥紙 虎視眾生 所以背就一天比一天地 討得厲害起來 可逸先生一年四季 帶一副老色的圓框眼鏡 因為年深月久 已經變不清他原來的顏色了 可逸先生的五官 由於年深月久地 和那眼鏡混在一起 模模糊糊地 也讓人記不清晰了 寫作教授這篇小說 是希望透過可逸先生的獨特行為 去反映在大學裏面 一些固執、搜救、一成不變的教師 他們可笑的一面 作者首先透過外貌的描寫 介紹可逸先生的身材 樣貌、衣裝 讓讀者對他的性格有初步的認識 從可逸先生一年四季都戴著 同一副舊式的圓框眼鏡 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 可逸先生是一個挺固執的人 當我們對可逸先生的性格為人 有了認識 就可以更加容易明白到 為何他所做的事會如此語別不同 為何他所做的事會如此語別不同 對呀,你訂了日期沒有 嗯,未呀,不過準備訂機票 人是用語言來交換思想和感情 而人物的說話 就受到他的性格和多方面的因素影響 所以留意小說中的語言描寫 就可以幫助我們對人物的了解 對呀 嗨,小姐 你用甚麼牌子是健面液的呢? 鼻腔黑斑這麼多? 我不用健面液的 這樣也不行的 皮膚從小開始就要保養 我看你二十多歲而已 皮膚這麼差了 不過不要緊,還輕輕 有補救方法的 大家是否覺得這個化妝品推銷完很煩呢? 其實換一個角度看 我們都可以說他工作很積極 不想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透過人物的說話 我們不單止可以了解到人物的性格為人 還可以掌握故事的情節發展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故事發展下去會如何 麻煩你放開你的手 我真的很趕時間 這樣嗎? 陳彩鳳? 陳彩鳳? 你啊? Rosy嘛,是嗎? 那個推銷完是我的舊同學 真是巧合 兩個舊同學見面 大家想想會有甚麼事發生 你叫Olivia就可以了 既然是老友,我不怕再說一句 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不到三十歲,滿面都是黑班 還有皮膚這麼粗 裂開就像樹皮一樣 Lucy,其實我真的很趕時間 我第二天就來探望你 Olivia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優惠 明天就沒有了 真的,我這麼熟,我不會騙你 遇見過這麼多年沒見的舊同學 應該有很多事說才是 想不到陳彩鳳只顧著推銷化妝品 也充分反映了他和我之間關係已經生疏了 感情也淡薄了 龍鳳貝這篇小說是想反映社會上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感情的淡薄 所以陳彩鳳的說話其實已經將小說的主題隱約浮現 我們下期見 一個人的行為動作和他的性格為人 其實有很大關係 因此想了解小說裡的人物 我們可以留意作者如何描寫人物的行為動作 他軒著小寶進入臥室 教小寶躺在床上 他自秋堤拿出一瓶紅花油 然後坐在床園 掀開小寶的上衣 他用手沾了些許紅花油 輕輕游擦他的土皮 小肚子在他手下 一漸一漸的 有時他的手指 不易觸及小寶的腰肢 他立刻扭著身指 發出清脆的笑聲 他不覺也笑開了一念的皺紋 漸漸地 他忘了自己所為何事 手上指示機械性地移動 他全身的感覺集中在雙眼 而他的眼睛一片又一片 輕虎小寶清瘦的眉 眼、鼻、口、頸汗 甚至他眉脫的小肚臍 不知過了多久 大兒子催促的聲音 在門口響起 媽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起程了 啊 他應連一聲 想停止了動作 但仍依戀地 放在小寶的肚子上 離別這篇小說 是寫一個老人家 面對移民外國的兒孫 即將離別時候的心情 老人家他非常愛惜他的乖孫小寶 當日知道小寶的肚子不舒服 就很緊張幫他塗藥油 這段看小寶塗藥油的文字 寫得非常細緻 充分表現出老人家的心理狀況 對小寶非常依戀 越不捨得就越難過 故事發展下去 大家都會想到小說的結局會是怎樣 小說一般都是以人物為中心 小說材料的選擇 情節的安排 都是圍繞小說裏的人物而進行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到人物的性格為人 就會很容易掌握到故事情節的發展 甚至可以理解到小說想表達的主題 就好像我們清楚可逸先生的性格為人 自然就明白到為何他會做出一些古怪的事 可逸先生是常常吃食堂的 但是一旦有料客人 可逸先生決筆到食堂去買飯 在黑咕隆東的酒廊上 親自打開煤氣 煎兩個蛋 下一碗麵 她端著熱呼呼的臉走進屋女時 那一副眼鏡光巧掛在鼻上 幾乎馬上就要滑落下來 鏡片上是一層水氣 當她的眼睛越過眼鏡上方 微笑地看著你時 你真是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聊 綜合可逸先生所做的事 我們就可以更加認識可逸先生 可能大家會欣賞他直率熱誠的一面 但大家亦可能會奇怪 為何還會有這麼固執的人 知道陳彩鳳她淡忘了去日的情誼 就可以明白到我 為何會慨探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 我會看她 下個星期 我的推銷櫃會去旺角分行 或者你過後想買這套見面系列 你找我 我私人給你一個伯子 好啊 再見採訪 這句是多餘的說話 每一句再見 和每一個樂言一樣 不是沒有辦法保證的希望 就是多餘的敷衍 開探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 就是龍鳳輝的主題 陳彩鳳的說話 不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亦都表達到小說的主題 知道老人家不捨多些兒孫 再結合其他有關老人家的材料 大家就可以想到 離別這篇小說 將會有一個淒涼的結局 當小寶柔軟的嘴唇觸及他的面甲時 他別了半天的淚水 立即決堤而出 阻斷了他的視線 他聽見車門關閉的聲音 心裡著急起來 他還要再看他們一眼 再看一眼 他胡亂自以待逃出手帕 識去淚水 卻只見到逐漸遠去的車身 車內的人影已完全不可辨認了 眼淚終於都忍不住流出來了 老人家的孤獨傷心 在這一刻可以表露無遺 而小說的主題亦都不言而喻 知道了人物情節和主題的關係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適當的方法讀小說 而從人物入手就是其中一種方法 從人物入手就是透過分析人物的描寫 先了解人物的性格為人 從而掌握到故事的情節發展 和理解小說想表達的主題 只要大家在閱讀小說的時候 懂得運用有效的方法 再加上多些閱讀 那就自然可以提升閱讀小說的能力 還可以享受到閱讀小說的樂趣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